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勋书制药360》第三册 第三单元贵德 四 诚信 一 二 九 盖天地助信 而事实不备 日夜助信 而昏明有常 王者体信 而万国以安 诸侯秉信 而境内以和 君子吕信 而决身以利 古之圣君显左 将化是美俗 气信虚余 而能安上致民者 贵之有也 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指 带天地助信 这里折 这个字的音是助 安助的助 念助的音 是显明显出的意思 明显的意思 兵是超词 吕是直显 实行的意思 绝是代词 就是他的代名词 这条讲啊 天地显现其诚信 事据应行就不违背常规 天地啊 他的诚信 事据春夏秋冬 他的应行啊 不违背常规了 日夜显现其诚信 黑夜白昼就交替正常 白天啊 太阳就出来了 晚上月亮出来 日夜显现他的诚信啊 这是讲天地日夜诚信 今王啊 依寻于诚信 各个诸侯国啊 就会暗定 诸侯秉持诚信 诸侯国内就会和平 今王 古代有诸侯国 各地封地的诸侯 今王啊 就是最高的帝王啊 帝王有诚信啊 这些诸侯各国啊 也就安定了 诸侯他们自己的 国家秉持诚信 国内啊 就会和平 如果没有诚信 就乱了 所以有诚信 诸侯国也就和平了 这讲诸侯有诚信 君子践行诚信 君子就是正人君子 他实践 理行诚信 就能在社会上立足 一个人啊 如果他没有信用 他没有诚信啊 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特别讲话呢 都是欺骗人的 没有信用啊 做什么事业啊 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 他很难立足 他的事业啊 也做不成 这讲正人君子 古代的明君贤臣 要教化世人 美化风俗 如果片刻离开诚信 却能够安定国家 治理好百姓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没有这样的事情啦 君主 贤臣 教化这个世间人啊 要让风俗 美化 如果 离开诚信了 那能够安定国家 治理好百姓 这是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啦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是说明啊 诚信他的重要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发起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